我们之前讲到了这个新建的这些柱子啊 还有这个简历墙的做法 然后呢 那个是一个基础的过程怎么建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没有精确的要求 要做一个 我们是工作上的这个爆量 如果是做设计 别设计的话 只是学生的要求的话 我们有一个简便的办法 可以直接是识别出来的啊 识别出来的 我们可以示范一下 首先我们点到这个柱 首先我们识别柱 首先识别柱大样 提取边线 提取边线 这个就是边线 这个外面的这一边是边线 你看一下 这里是边线 这边是没有动的 柱大样 这个就叫柱大样啊 这个表就叫柱大样 好 鼠标右键 提取标注 标注就是这些标注 标注 好 提取钢筋线 钢筋线 这个就是钢筋线 鼠标右键 然后点选 自动识别 确定 确定 好 我们的这些柱子就已经被识别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 这些都有了 对吧 但是你为了以防错误啊 建议的话还是一个一个去查看一下 等一下我刚刚把这个给弄掉 图层管理 图层管理 可以了 建议的话是一个一个去验证一下是不是对的啊 这个GBZ1是我们之前开始建的 不是识别出来的 这几个是都是建的 我们来看一下GBZ3 GBZ3 看一下它是不是对的 它的尺寸是500 宽度是200 高度是500 然后它的这个重金是8C14 C82150 它这个是完全正确的啊 其他的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建议一个一个去对照一下 然后这边 我们刚刚识别了柱大样 我们的这个 这个里面已经有了 这个里面已经有它的这个 每一个构建的啊 的信息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识别图层上的柱子 点这个识别柱 提取边线 提取边线 哪里是柱的边线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里面有根白色的线 点一下 好 因为它这个图纸是非常标准的 给它封了图层的 所以我们拾取的时候 就特别方便的拾取了 识别了 好 提取边线 鼠标右键 提取标柱 标柱就是哪个位置 哪个柱的这个标柱 点一下 好 鼠标右键 自动识别 我们看一下 它会自动的识别 好 确定 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不符的 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不符的 这些不符的啊 都需要一个一个去核对一下 所以说一般的话 如果是非常严格的话 是不建议识别的啊 但是识别的话也是比较快的 看这些有的是对的 有的是错的 比如说这个 我们就得给它改 重新新建 然后修改 或者是直接删掉 重新给它画一个在这个上面 但是大部分都是正确的 我们查一下看一下效果 试图 动态观察 好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柱子就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这边也是自动的生成的 我们要把这边的删掉啊 删掉 可以了 这边就是柱子 这是一个比较简便的办法 然后简历墙也是一样的 也是可以识别出来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建模 点一下简历墙 我们来识别简历墙表 识别简历墙 它这有识别简历表嘛 有个表 我们来框选 鼠标右键 好 这些识别 跳过 确定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新建好了啊 所以它就会弹出那样子一个框框 如果没有新建好 它就会自动的识别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识别 追加 就是在后面添加 如果是我们没有新建好 它就不会显示说 是追加还是怎么样 它会自动的像这样子添加出来 而且它的信息 这个表的信息都是好的啊 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识别简历墙 提取简历墙边线 图层打开啊 提取简历墙边线 这里是柱的话 那这里就是墙 看一下这里都是墙 手标右键 没有墙标注啊 它这里都没有墙标注的 好像没有看到墙标注 我们就直接不点 它会默认的 也没有门窗显 提取 实取简历墙 这里 然后自动识别 是 好 刷新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有没有问题 核对一下啊 我们在识别完之后 都需要去核底图 去核对一下 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 那么这里呢 有的人会问 这里我这里新建了这么多 那怎么办呢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是你只需要 把它的清单定额 我们都要给它套上去 因为我们最后计算的是这个清单定额工程量啊 所以每一个都需要套清单定额 这里它新建了几个这样子的名称 这个没关系 只需要你确定 把每一个名称都套上了清单定额 它就会给你计算量 好了 这就是简历墙和柱子的这个做法 是pez 咱们 感谢观看